喂 张总 您让我寄的快递 没寄出去 你说什么 因为您的快递太薄了 我一不小心划到台子下面了 我们公司寄往 日本总部的文件又多 所以我没注意到 您看 你别走 都要过去 还有 那个快递谁都不能动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录音要作为法律证据 是有很多限制条件的 因为太容易被伪造 照片我相信林瑞说的 我当时却被气晕了头 而且从表面上来看 林瑞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我就 还行 我后来反应过来了 林瑞她霸道聪明 但她做事是有底线有原则的 她肯定干不出这样的破事 你跟她闹翻了 还这么维护她 没有啊 我们俩打单的时候 也是拼刺刀的好吗 我做事也是讲底线 讲原则的 你还是很想赢她对不对 因为她就是 你一直想超越的对象 你们不管怎么吵 她毕竟是你师父 她才是你心底最敬重的人 这样挺好的 就像孙娜娜对我一样 事情经历多了才知道 哪些人真的对你好 值得你去尊重 反正不论如何 我一定要找到 真正陷害你的那个人 谢谢你啊 可是 贾里克斯已经回欧洲了 你从哪儿去找线索 其实 不用调查也能猜出来是谁干的 我知道 我走了 她才是真正最大的受益者 那个人亲手把你挖过来 她又想亲手毁掉你 此一时彼此 那个时候 她是需要我去打林锐 可是我现在将要成为亚太区的总裁 威胁到她的位置 她当然要想狠手了 那她还想借我的手来诬陷林锐呢 错了 她害不到林锐 她是想害你 你想想啊 林锐听你说快递的事情 为什么那么淡定 我知道了 如果真的要打官司 结果就会变成是 我误告了林锐 这个人太可怕了 她为了自己的意己私利 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吗 我成了她的绊脚石 你 她未必真的要赶走 不过 你要是不归顺的话 那我去找她谈判 那我们就不走 就跟她斗 大不了贪开对质嘛 气死我了 消消气